大家好,現在是2023年8月4日的中午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最近手機或者筆電電腦上的廣告 我不曉得電視上的廣告是不是也有 就是很多要人家投資股票的廣告 其中有一個廣告還說當沖穩賺不賠 也有一些什麼很有磁性的聲音 大家好,我是David Tamo 大家還記得1010塊的音樂達 然後一直賬我介紹了之後一直賬一直賬一直賬 賬到100多讓你爽賺3倍2倍 大家好,我是David Tamo 我說這些人到底在搞什麼鬼 什麼叫做當沖穩賺不賠 什麼叫做我是David Tamo 金錢這種事情是關乎一個人生死的大問題 這是大事,只要跟錢有關的都是大事 以前都有人在說錢是身外之物 不要把錢不要同臭味那麼重 但是事實上你沒有錢你就去死啊 所以你怎麼能夠說錢不重要呢 然後你看你說你要教人家帶人家去賺錢 然後你跟人家說你叫做David Tamo 就是你幹嘛用一個英文名稱啊 這麼重要關乎一個人生死的問題 你應該把你叫什麼你姓什麼講出來 你要讓人家知道你是誰 何況即使你把你的名字講出來 你說我叫做陳諾諾 這個陳諾諾也不知道你是誰 你說我叫陳宣裕 這樣也不一定靠譜 可能是改名啊 之前可能前科累累 你去改名了又變成好像很有學問 很有道德的人 這樣出來騙人 尤其講那個什麼當衝穩賺不賠 你看現在有多少年輕人要斷頭了 玩當衝啦 你看前幾天那個AI股有沒有 給你AI股的賬法 你們有沒有似曾相識啊 跟那個什麼航運股一樣 把你一直炒一直炒 讓你玩得很開心 然後等到把你養肥了 他就開始割韭菜了 你看他在跌喔 那種跌法就是滿門操斬斷你 讓你覺子覺孫啊 跌停在跌停 連跌兩天就夠了啦 你就要你做當衝的人你就要斷頭了 年輕人當衝斷頭啦 你看這對年輕人傷害多大 年輕人就是希望說自己能夠趕快賺到錢 現在有很多財經專家都在那邊說什麼 你要財富製有每個月存多少錢 然後存三十年之後 你就有一千萬或兩千萬 這些人呢 口墨很灰啦 存三十年啦 哪個年輕人能夠這樣乖乖的給你存三十年 你不就動作這個年輕人 這三十年內父親不會生病 母親不會生病 他自己也不會發生車禍 不會撞死人 不會把路邊的或者馬路上的寶石結撞凹了 或者他跟他男女朋友不會有什麼糾紛 他不會跟其他人有什麼糾紛起口角 都平安無事 三十年來他也不會被裁員 他也不會犯罰 他也不會酒駕 順順利利 每個月存一萬 負利計算賺到了利息又繼續存 錢滾錢 負利的力量比原子彈還厲害 然後三十年後他有一千萬或兩千萬 這是在講什麼啊 事實上一個人的命運就是怎樣 以前人家說台灣是三年一小亂 五年一大亂 台灣就是這樣啊 台灣的歷史是這樣 台灣人的命運也是這樣啊 三年一小事 五年一大事 到最後三十年後也是一口溜溜 有的人甚至沒辦法活三十幾年 活超過從二十幾歲 然後你說他再往後再活三十年 有的人沒有辦法 三十幾歲四十幾歲他就要去自殺了 或者說他就死了意外死了 所以說講這些話的人都太過於高調了啦 不食人間煙火啦 你看喔 2003年出現了什麼 0050 ETF啦 有沒有注意到那個年份 2003年 阿扁陳水扁執政台灣人自己當家當總統 這個時候才出現2003年 然後這個台灣50啊 當時剛出來的時候很便宜喔 好像一張就是一萬塊或兩萬塊而已啊 你看他你看 你看現在多少了 現在一張要12萬啊 今天我看好像要12萬 最高曾經到一張15萬喔 也就是說你如果從2003年那個時候很便宜很便宜 一張一兩萬買 阿你買個買個十張 你現在賺翻了 十張啦 阿一張一張十三萬 十張就一百三十萬了 你當初一萬兩萬這樣買 阿你看這樣你不是賺很多嗎 阿你如果買很多的人 從那個時候就不定期的常常買 你現在可能早就已經一二一兩千萬了 但為什麼這麼好的東西 2003年推出來的阿扁執政才出現 然後新聞媒體都不都不報導喔 沒什麼報導啦 也不宣揚啦 ETF是最近這幾年 蔡英文當政之後 新聞媒體才開始大量報導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到底在幹什麼啊 不給你宣導這個啊 也不鼓勵成立ETF啊 所以說你要小心什麼 年輕人啊 你要小心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所上市的股票啦 你看前一陣子 很多很多那個股票詐騙案有沒有 你給他追追根溯源 你會發現這些騙人的掏空的 把投資人騙得傾家蕩產 這些股票成立的年年份 都是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然後會讓你穩穩賺安全的賺 穩賺不賠的是民進黨綠營執政時候 成立的ETF 而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不宣傳不鼓勵 馬英九那個時候出現的股票 都把你騙到請家蕩產 所以你要注意這一點啊 假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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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什麼是假外資嗎 就是所謂的國民黨黨產 國民黨黨產 他並沒有被 他並沒有被這個民進黨政府沒收 收歸國有 沒有啊幾乎沒有啊 只有很少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你想想看嘛 你覺得現在司法改革有沒有成功 你覺得現在的這個轉型正義有沒有做好 當年228大屠殺的兇手有沒有人被被公佈了 有沒有人被處罰了 白色恐怖的冤案這個加害人有沒有被處罰了 通通沒有嘛 這些都轉型正義沒有 那你怎麼會相信說 國民黨的不當黨產都已經被政府拿走了 說國民黨現在都沒有錢 國民黨如果現在沒有錢 為什麼國民黨現在還存在啊 現在國民黨的人還很多耶 國民黨還是台灣的大黨耶 老是說他們沒有錢 騙你的嘛 如果他們真的沒有錢就會像什麼 就會像民眾黨那樣啊 你看民眾黨那種奇奇怪怪的行為 講話也奇奇怪怪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沒有錢啊他要搞錢啊 他要搞錢他就會所作所為就會這樣奇奇怪怪嘛 國民黨為什麼不用 因為有錢嘛 他們的錢現在有一大部分就是假外資啊 錢早就都匯到國外去了 然後再回來變成假外資 玩死台灣年輕人 如果台灣的年輕人你沒有這種認知啊 你認為說台灣的股票市場 期貨市場跟美國的一樣跟澳洲的一樣跟英國的一樣跟歐洲的一樣那你就錯了 台灣的股票市場 可說是全世界最不正常的地方啊 為什麼 有假外資在搞你啊 就是有高級外省人 他們錢太多了 他們就是用這些錢來擾亂股市啊 所以很多年輕人你會覺得很奇怪 奇怪好像我買什麼股票 那個金主啊 那個大戶啊都知道 你買了這支股票 你買了這支股票 你買了等了老半天 等到地老天荒 他不漲就是不漲 等到你把他賣了 他就一直飆一直飆 是不是年輕人 你們都有這種經驗 因為你被人家玩假的啊 你買什麼股票 你什麼政黨 你什麼政黨傾向 背後都有 背後人家一清二楚啊 個資可能早就都洩漏了 就是要玩死你啊 所以你要玩台灣的股票 你一定要認清楚說 只要有高級外省人 在台灣用這個假外資 你想要賺錢就幾乎不可能啊 你只有買什麼你才會不會死的那麼慘 就是買阿扁執政時候成立的ETF 還有蔡英文執政的時候獲准上市的ETF 或公司的股票 只要是馬英九執政時候所成立的公司 所上市的股票 都是危險指數最高的股票啊 如果你認清了這一點說 台灣的股市被政治因素所干擾非常嚴重 那你就有可能財富自由的一天啊 不然你傻傻的以為說AI股一直飆一直飆 然後你看那個媒體上都一直有那個名嘴出來說 AI就是未來的趨勢啊 所以買AI股票即使跌個兩天也無所謂啊 你就放著嘛 放著將來他一定會再漲上去 這是全世界人工智慧 這是全世界的趨勢沒有錯啊 是啊沒有錯啊 但那是指台灣以外的股市啊 日本股市啊韓國股市啊 AI就是會賬給你看啊 平平穩穩的賬啊 你買那個外國的AI AI ETF 他就穩穩賬啊 不信你自己打開來去看 有一檔這個 有一檔這個 AI股票 外國的 他就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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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當 當台灣的 AI股大跌的時候 那個美國的AI AI ETF 還是賬啊 現在已經 賬了 我今天忘記看 昨天我看好像賬到35塊了 然後一個禮拜之前好像31塊而已 現在已經賬到35塊 他在賬的時候台灣的AI股跌的跌停在跌停 人家也沒有跌啊 人家還是在賬呢 所以說台灣是不正常的啊 為什麼會不正常 有人在玩你啊 要把年輕人玩窮 把年輕人玩窮 年輕人就不會投票給誰 年輕人就不會投票給執政黨 只要把年輕人搞窮了 讓年輕人很不得意 他們就會把票投給南銀 投給白銀 投給其他 就是不投給執政黨 就是不投給綠營 他們的計謀就是這樣啊 我勸年輕人你自己要想清楚 台灣的股市就是受政治的影響 所以你要買什麼 你無論如何你都要買那個阿扁時候上市的股票 最好的就是這個ETF 阿扁那個時代弄出這個ETF就是怎樣 就是要讓台灣人能夠買到最安全的股票 不會被那個有後面那個高級外省人 這樣割酒菜這樣亂搞 你看那個這幾天AI股大跌 這個0050有沒有有沒有跌 有有跌 但跌的大不大 不大啊 今天我剛剛看127塊 啊AI股還沒有跌的時候 他129塊嗎 跌個兩塊而已啊 跌個兩塊差不多兩塊而已 不痛不癢啦 兩塊就是兩千塊嘛 啊不痛不癢啊 啊你如果買那個廣達AI股貨 跌停在跌停 每一次都給你跌個30塊30塊60塊 60塊就是6萬了 6萬啊 啊你買ETF賠2千 啊你買廣達那個賠6萬 差很多啦 好再來我們看 我希望年輕人啊你能夠發財啊 不要中計了 再來 最後這一點呢 這個是 因為昨天發生了一件事情啊 昨天要丟垃圾之前呢 我在我的客廳 但是我突然間發現有一個綁馬尾的小姐 穿黑色衣服 然後他可能因為光線的關係啊 他不曉得說 我客廳那個外面那個是玻璃 玻璃門啊玻璃窗啊 從裡面看外面很清楚啊 從外面可能不知道裡面有人 蠻好笑的齁 這個大概20幾歲的小姐 他首先就 就在那邊看他的手臂啊 他穿短袖的 他就把他的手臂抬起來在那邊 好像用者在吹他的皮膚啊 他的皮膚的確是又白又嫩啊 但不是這樣而已耶 然後他就整個人就轉過來啊 他不曉得我就在裡面啊 然後他就把他的兩隻手交叉 食指交扣 然後就在那邊做那個頂天立地的 兩隻手就往上頂啊 然後就在那邊上上下下這樣抖來抖去啊 害我鼻血差點沒噴出來 天啊 這抖音啊 抖音啊 嚇我一跳啊 不是嚇我一跳啊 就是高血壓差點那個 腦沖血啊 害我不敢開門 因為我怕尷尬啊 因為我如果開門 我有一大包垃圾要丟啊 因為沒多久垃圾車就會來 因為我我家是在一樓的 我的家是透天店面嘛 所以這附近的人呢要丟垃圾就會 垃圾車還沒有來之前 他們都會在我家前面或附近在那邊等 因為垃圾車就停在我家附近 所以我家的棋樓啊 我的棋樓就會有人在那邊站著 沒想到這次呢 這個小姐 竟然差點害我 流鼻血跟腦沖血 我也不敢開門 我怕尷尬啊 說 我如果一開門他就知道說 哈 剛剛裡面有人喔 那不是很尷尬 所以我只好等垃圾車快要開走的時候 趕快開門 衝出去丟垃圾 但這件事情呢 就讓我想到這件事情 看上高歡跟郭威的女人 高歡跟郭威兩個人都是開國皇帝喔 高歡是北齊南北朝那個北齊啊 的開國皇帝 郭威是五代十國五代那個兩堂進漢州 最後那個後州的皇帝 而這兩個人呢 他們的老婆啊 高歡的老婆 樓皇后呢 樓小姐啊她家當時是地方上的大富翁啊 好多好多人都想要取得這個樓大富翁的千金小姐 但是有一天啊這個樓小姐呢樓千金呢 她就經過城門旁邊看到有一個阿兵哥啊 站在城頭上面在眺望北方啊 北方就是匈奴 匈奴會出現在北方這個城牆外面嘛 然後高歡就站在城牆上面 她越看越著迷啊 說這個阿兵哥 站港相當認真啊 別人可能都在那邊偷懶啊 或者聊天啊 就只有這個年輕人直挺挺的看著遠方 所以樓千金呢 越看越著迷啊 她竟然就這樣愛上了這個窮小子高歡啊 然後她就托她的侍女去跟高歡講說 你來我家提親吧 然後高歡也喜歡樓千金啊 因為樓千金很漂亮 當地的人都知道最漂亮的就是樓家千金 每個人都想娶她 高歡當然 女孩子自己看上我的 我雖然有自卑感 但是她一直這樣求她的女士來 叫她去提親 她最後忍不住還是去樓家提親 然後樓爸爸當然很生氣啊 天啊 你只是一個守城門的這個阿兵哥 你連將軍都不是你也不是軍官 你就是一個惡兵 沒錢的窮光蛋的惡兵 高歡的家很窮啊 你要娶樓最大富翁的千金小姐 有沒有搞錯啊 先生高先生 你有沒有花燒啊 你是不是每天站在城頭上被那個沙漠的暴風吹灑啦 這個樓千金呢 看到爸爸這樣閒這個高歡就很緊張 偷偷的就她的悲女呢 送了很多這個經營 經營手勢啊跟錢彩 然後叫高歡說 你就把這個不要告訴我爸爸說是我給你的 你就偷偷拿著 那你就當作是自己要當作聘金 然後拿給我爸爸看 我爸爸看到你竟然有這麼多經營財寶 搞不好就會答應了 高歡就拿到平擺無故拿到一大堆經營財寶啊 但高歡沒有逃走耶 沒有說拿著樓家千金給他的經營財寶 乾脆一走了之 沒有這樣喔 他真的就是拿著這些經營財寶 然後去跟那個樓爸爸說 這個就是我的聘金 然後當然講了一堆謊話啦 因為那個樓爸爸也很驚訝說 你只是當一個看成門的士兵 你怎麼會有這麼多錢 然後高歡就編了很多謊言 說其實我們高家很久很久以前 也是大富翁啊 這個是我祖先留下來的 我爸爸媽媽叫我要低調不要跟人家講 除非有一天你想結婚 你看到你心儀的女孩子 你再把這個拿出來當嫁妝 當聘金啊 結果樓爸爸真的相信了 真的就把他的女兒嫁給高歡啊 沒想到這個高歡真的不得了 樓千金樓小姐真的眼光很好耶 高歡後來就當了北齊的開國皇帝啊 然後郭威呢 郭威的老婆啊 柴皇后啊 柴妹妹啊 現在有一個 財經理有沒有那個女記者 財經理那個財 木材的財 財小姐有一天下大雨啊 她就往那個門外看啊 往窗外往門口那邊看 結果看到有一個只穿褲子沒有上衣的人啊 年輕人 然後被雨淋濕啊 相當狼狽 然後從她的窗戶跟門口這樣走過去 她就那種磁場啊 那種厚實的背部的背影啊 我讓她覺得說 這個就是我要的男人啊 她就馬上下床追出去到門口 在那邊看著 看著各位的背影啊 然後她的爸爸媽媽 看到女兒不曉得在看什麼 就探頭去看 原來女兒竟然是在看一個沒穿上衣的男孩子 兩個結實的屁股呢 這樣搖來搖去 這個三半啊 她爸爸就很生氣 摸女兒的額頭 你有沒有花燒啊 花春了嗎 怎麼這樣看著男人呢 那才才小姐呢 說我不管 我要嫁給這個人啊 我要嫁給這個人 然後就叫她爸爸趕快去追那個 追郭威啊 跟他說我要嫁給你 這個爸爸媽媽熬不過柴小姐 真的吧 把女兒嫁給這樣一個 連上衣都沒有的窮小子啊 沒想到這個郭威 後來去當兵啊 因為窮困的年輕人 大部分都會去當兵啊 就這樣建立戰功 最後成為皇帝啊 所以這兩個女孩子 不得了啊 看對人了啦 不曉得是 他們是有什麼靈感 怎麼能夠眼光這麼精準啊 啊令人感嘆的是 其實現在大部分的女孩子 看到的都是假象啊 以為說看準準的把她嫁過去 結果 你看後悔莫及啊 你看嫁給陳軒玉 就是NONO的那個女的女人 現在不是說要離婚了嗎 她當初是 到底是看上她哪一點 令人想不透啦 很多啦 現在最近傳出性騷擾的 性侵案的這些 這些男人 他們都有妻子耶 然後我們可以說